外门大学的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管理学的课堂 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第14讲组织文化的第二个小节 组织文化建设 那么我们第一小节对组织文化有了一个初步的基本的认识 那么这一节我们重点来谈一谈 一个企业怎么样来形成和怎么样建设一套 它自己的文化体系 首先我们看一看什么是文化建设 那么我觉得这张图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张图 也能够帮我们比较好的认识到到底什么叫做组织文化建设 那么其实文化建设就像这个图上反映的一样 它是给什么 你看它给不同的人刷上同样的颜色 对不对 这个人假设他是一个管理者 依次给这几个员工刷成红色 最后他们都刷成一样了 对吧 那么我们之前其实也谈到过 文化是一种什么 类似于基因或者是灵魂的东西 那么我们希望一个组织当中 一个企业当中 同他的员工都能够拥有同样的灵魂 同样的基因 对吧 至少我们拥有一些共同的基因 这样呢 我们这个组织更有凝聚力 对吧 能够更好的来达成他的目标 所以呢 其实组织文化建设就有点像是给你的员工刷上在一种文化基因 或者是刷上在一种文化外衣的过程 那么这个当中我们可能需要有意识的去促进大家在文化上有一个共同的认识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到底一个组织为什么需要组织文化 我们前面讲了组织文化的内涵很丰富 而是我们第一小节谈到了内容 那么为什么我们需要文化 文化在企业当中扮演着什么样的功能 我用五个词 应该是有三十个字来总结 第一个它的作用是什么 是界定一个组织的边界 什么意思呢 我们知道当一个组织存在的时候 我们发现怎么样去区分一个人是不是这个组织当中的 那么有些时候大家会说 这很简单啊 他在不在这个公司工作 那么他就是不是这个组织的人 对吧 但实际上现在在我们新的情势下 这种边界越来越模糊 对吧 有些人可能不在这个组织当中正式工作 但是呢他依然跟这个组织又很密切的合作 那么这种情况下他算不算组织的人呢 我们这时候可能就需要用文化来界定了 如果大家共享并且认同一个相同的文化理念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那么你就是组织的人 尽管你可能不再给这个组织工作 或者说你不在这个组织内部来开展工作 文化的第二个力量是凝聚成员的力量 对吧 我们用一个共同的文化观念 比方说当年这个毛主席带领中国人民闹革命的时候 他就有一个共同的观念是什么 推倒三座大山对吧建立新中国 就用这样一个共同的理念来把大家的力量都凝聚在一起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最后呢达到了我们这个革命胜利的这样一个目的 再一个促进自我超越 这一点呢可能会大家觉得 当一个人啊 如果说我整天只是为了挣工资来这个公司来工作的话 那么你所在的这种精神的层次相对来讲是比较有限的 对吧 你如果哪一天另外一个公司 另外一个企业给了你一份更高的薪水 可能呢你直接就走了 因为呢你的目标就是挣更多的钱 当我们去谈组织文化建设的时候 比方说我们谈合作文化 谈创新文化 谈变革文化 实际上呢就是要给你的这种精神层面提供更多的力量 提供更多的来源 当你更加认同某一个特定的企业组织文化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思考问题 看待世界的这个角度和层次就会提升 对吧 你不再光光看到那些物质上的东西 而是看到更多的精神层面的因素 再一个就是叫做引导塑造和成员 这跟我们刚才讲的那个上一张图 给这位成员员工刷上红漆 是一样的道理 通过这种组织文化当中 规定的一些行为的取向 行为的规范 来告诉成员呢 在不同的场合下 你们应该怎么做 你们应该做什么 才能跟我们组织的文化保持一致 最后一个作用叫做传播社会价值 我们知道现在每一个企业 它不光是一个单独的盈利机构 它也在社会当中存在 对吧 我们讲社会责任啊 都是对于现在我们的社会 对于企业已经有了更高的期望 和更高的这样一种期待 那么一个企业所具备的文化 往往也会影响到我们一个社会 甚至是一个国家 它这种文化价值的理念 对吧 所以说呢 一个企业 它的组织文化发展到什么程度 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推广和传播 它所应该起到的这种社会价值 好 那这是我们讲的文化的功能 既然它有这么多作用 那我们作为企业管理者 或者作为组织 我们怎么样来建设组织文化呢 我简单的用五个词给大家列了一下 那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 首先呢 第一步你要梳理 对吧 你要梳理我们这个企业的历史 我们梳理这个企业的过去 对吧 看一看 在我们企业到底哪些是能跟文化持上关系的 在梳理这些之后呢 我们要进行分析 对吧 我分析我可能十年二十年的发展历史 发现我在历史当中 有哪些方面比较重要 比方说我们可能强调质量 我们可能强调创新 那么质量跟创新 也许就和我们的文化比较相关 在梳理的基础上 梳理解析的基础上 我们需要做一个定位 对吧 我们到底把我们的文化 最核心的地方定在哪 是用户第一呢 还是质量第一呢 还是创新第一 那么这可能就是有不同的定位 定位好之后呢 当我们用了明确定位之后 我们要进行一个 整体的文化体系的设计 我们上一节已经谈到了 文化体系是非常复杂的 从抽象的理念 到很外在的这种行为 或者是物质层面的表现 它是一个很丰富的体系 所以当我们有了 这个核心的定位之后 我们要慢慢的 把这套体系搭建出来 对吧 有不同的内容 不同的成分 等这个明确之后 剩下的就是什么 要建设了 什么叫建设呢 要把这套文化 这套体系啊 让员工们 让整个企业的成员们 都能够接受 并且呢 都能够在他们的行为啊 在他们的日常的工作当中 展现出来 那么我们说 这就是一个 组织文化建设的 一般的过程 诶 看起来很简单 对不对 就五个词 十个字 但实际上 这个过程是一个 我这里这个模型啊 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一个模型 那么它对于我们 管理实践当中 去发展这个 建设组织文化的过程 实际上是一个 高度的概括 对吧 显然实践当中 建设文化要比这个过程 来的复杂的 多的多的多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啊 怎么样去明确文化的内核 怎么样去文化的这种 这个最核心的部分 我们之前讲了 三个同行员的图 讲了四个同行员的 洋葱模型 那么它最核心的部分 是一个企业的什么 理念 对不对 理念 精神 价值观 一般来讲 一个企业的核心的文化 内容 包括三个主要的方面 分别是 首先是核心价值观 我们认为哪些是对的 哪些是错的 我们判断是非的标准是什么 大家可能还记得 海尔德是非观是什么 以用户为是 以自己为非 那么这就是一种价值观 第二个 使命 什么是使命呢 我们存在于这个社会上 我们这个企业 我们这个组织 存在的价值是什么 我们为什么而存在 这是使命 再有一个是愿景 我们未来要成为什么样的状态 我们未来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形象 或者说我们要塑造起来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核心价值观 使命和愿景 这个呢 是我们企业文化当中最核心的三块内核 那么再加上后面有一个 对利益相关者的承诺 什么意思啊 用户是你的利益相关者 对吧 然后呢 合作商是你的利益相关者 员工也是一个企业的利益相关者 等等 对于这些不同的利益相关者 我们分别要做到哪些方面 这些呢 也都跟这个文化的具体内容 而且可能还是比较核心的内容 密切相关 所以说在明确文化内核过程当中 最重要的就是把核心价值观 使命和愿景 这三个问题搞明白 弄清楚 这也是我们现在很多企业 在进行管理改革 管理模式提升的过程当中 所要解决的一个核心的问题 那么 我们再看一看组织文化形成啊 当你有了这样一套这个 进行一期的分析 按照我们刚才的那个五个阶段的模型啊 进行一期的分析解构之后 那么我们在组织文化形成的时候 有两股主要的力量 一股力量来自于自上而下的 管理者或者领导者这种自上而下的倡导 那么他可能说 我们形成了一个创新文化 奋斗文化 大家赶紧来接受这套文化吧 学习这套文化吧 那么管理者应该怎么做呢 我用了12个字 第一个是什么 要言传声教 你不能光在这喊 光在这喊口号 对吧 这可能效用会比较小 你要用自己的行动啊 去告诉大家 为了达到这个文化的要求 我们应该怎么做 因为领导者的行动 实际上具有很长的示范效应 我们看到这个领导者怎么做了 我们会模仿他 对吧 如果我们看到领导者 为了组织的利益 去牺牲自己的利益 节假日也来单位加班 我们可能跟他觉得 领导者都来加班了 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来加班 如果说领导者 他老是就考虑自己的利益 动不动 比方说用公司的车 公司的资源 去干自己的事情 可能我们也会 跟着他后面学 那么我们自己是不是 也来占一下公家的便宜呢 再一个 一些故事 或者一些特别有意义的事件 上一节我们讲 哈尔文化的时候 讲到了 用锤子砸那个 有知了问题的冰箱 这样一个故事 那么这个故事 很强烈的反映了 哈尔对于 资料文化的理解和坚守 所以说呢 这种故事和事件 也是管理者来倡导的一个 倡导和宣冠 这个企业组织文化的 一个很重要的手段 那么另外一个 组织文化形成的路径呢 就来自于自向上 或者说是组织当中 普通员工 其他的成员 他们接受这个文化的过程 那么这里我用了三个词 实际上是表明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叫做认同 第二个叫内化 第三个叫规范 什么叫认同啊 公司说我们要推进奋斗文化 我们要推进创新文化 认同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OK 我认同 我接受 我们应该奋斗 我们应该创新 好吧 这只是一种 表面上我同意你 我不反对你 这是一个初级的阶段 那么第二个阶段就是什么 内化 什么叫内化呀 我不是在嘴上说说 对吧 我心里真的把你这个观念接受了 我真的是认可奋斗的文化 创新的文化 比方说我们这个 现在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大家走到大街上 可能会看到这样八个字 叫什么 内化于心 外化于形 这个内化就是我们这讲的 你真正从心底的深处 接受这样一套理念 接受这样的文化 那么这是第二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呢 就是规范啊 当你内心真正接受了 这套理念之后 你会发现 你日常的行动 你的日常的工作 都受了这个文化理念的影响 我总是试图着 就是什么 去按照这样一个理念的要求 规范自己的行为 我应该这么做 我应该那样做 我应该穿西服来讲课 对吧 我应该保持一个 旺盛的健身状态 来给大家讲课 等等 这些都是属于什么 你真的接受 内化这个理念之后 相应的 做出规范的行为 好 那么这两个呢 就是我们讲的 组织文化建设和行程过程当中 两个基本的路径 一个是自上而下的倡导 一个呢 是自下而上的 这种广大成员的 接受和认可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会谈一谈 到底有哪些组织文化 接受的 建设的 一般性的策略 我们来讲一讲 第一点呢 是什么 你要确定一个明确的 而且是什么 合适的组织价值观 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核心价值观 使命和愿景 这些呢 都是文化的核心成分 第二点呢 你要强化员工的认同感 对吧 有些时候 有一部分员工 他可能很积极 很主动 他能够主动的去认同那些 他觉得合适的价值观念 对吧 那么很多员工可能没有那么积极主动 这时候就需要我们企业的管理 才去什么 去通过有意识的塑造 有意识的引导 帮助员工来认可 这样一种价值观念 也就是企业的文化 第三个呢 是什么 你要归纳和提炼组织文化的内容 大家要去学习 要去接受 你一定要好记 对不对 你比方说 我们讲这个 海尔的文化是什么 创新创业 对吧 是非关系是什么 哎 那个 以用户为事 以自己为非 这个好记忆吧 好容易理解吧 对吧 如果这回来一个企业说 我们组织文化是什么 两千字 哎 你记得住吗 不可能吗 对不对 所以说 组织文化应该有一个 比较容易记忆 容易接受的 这样一个形式来出现 好 那么再有一个 叫做通过制度保障 来巩固落实 组织文化的初期啊 大家还处在 观察 甚至是初步 接受的这个阶段 这时候我们老往需要一些 制度保障啊 来来帮助大家 接受和认可 这个组织文化 并且呢 按照组织文化的要求 来开展行动 在组织文化提出和形成的 这个初期 因为呢 相对来讲 力量还比较薄 对吧 大家对于文化的这种态度 还属于观望啊 理解 或者说是彷徨的 这样一个阶段 那么他还没有 非常的认同 这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通过一些制度的性的力量 来保障组织文化的 这个被大家接受 保障大家按照组织文化的要求 来开展相关的工作行为 比方说 我们假如我们要求 我们呈现出专业性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老师 都穿着西装上课 哎 但一开始可能并不是所有人 都认同这样一个价值理念 对吧 所以我们可能会做一个强制性的规定 老师你必须穿着西装来上课 不穿的话就什么 扣你的课时费 对吧 这就是一种制度保障 那么最后一个叫做 在发展当中不断的变化和调整 丰富和完善一个企业的组织文化 我们知道 我们无论是进行归纳 或者进行这种分析提炼之后 有可能随着情况的发展 它慢慢的有些什么 有一些内容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 对吧 有些内容可能需要进行相应的变化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用动态的观点 来看待组织文化 好 那么这样这五个过程啊 实际上是帮助我们去厘清 到底怎么样来形成和建设一套组织文化 那我们下面这张图呢 就是一个企业的组织文化模型 如果大家记得的话 这应该是 大家记得的话应该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上一小节给的第一个例子 惊动的企业文化图 客户为先 然后强调诚信 团队 激情和创新 这是它的几个核心价值观 对吧 我们很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 我们中国或者是外国一些企业的官方网站 它往往都会对自己的文化进行介绍 或多或少的都会有类似这样的模型或者框架 那么通过这个呢 大家能够比较好地去看到 我们企业的文化到底常常有哪些内容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 从员工的角度来讲 我们要去学习一套文化 或者说我们去尝试接受 理解这样一套文化 有哪些不同的方式 不同的形式 我们这边的四个主要的形式 第一个是故事 我之前已经讲过了 海尔那个砸冰箱的故事 是一个典型的故事 第二个是有些仪式 比方说我们同学上学有开学典礼 毕业的时候有毕业典礼 我们入党入团都有什么 入党入团的宣誓仪式 通过这些仪式啊 给人一种加深印象 对不对 让你记得 我入党的那一课是神圣的 我在党期面前做了宣誓 对吧 那么你对这种理念 可能就更容易把它铭记在大脑当中 第三个呢 是一些物质的象征 我们很多公司有文化墙啊 或者有些雕塑啊 对吧 比方说我强调奋斗文化 我可能做一个奋斗的雕塑 放在这个公司的厂房前 你每天来上班都能看到它 一看到它 你就想到什么 奋斗文化 对不对 最后一个是有一些语言 包括文字的 包括声音的这种语言 帮助大家来铭记 这样一个相应的文化观念 比方说我们这个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 经常讲的为人民服务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那么通过这样一个理念 传达给所有的党员统治 我们要时刻把什么 人民的利益 把服务人民 放在这个心中的重要位置 那么给大家看几个例子 像这个就是有典型的什么 通过语言和文字 对吧 我们企业的文化是 团队协作强化管理 精益求精 铸造品质 那么通过这个文字的强化和重复 让大家能够记住 我们的企业文化 是这样子的 对吧 第二个 这是一个典型的企业文化墙 那大家可能在很多企业都见过 类似的这样一个墙 或者是类似的这样一个宣传展板 上面有很多关于企业的活动的照片 包括一些文化活动 一些体育活动 一些艺术活动 甚至是一些生产活动的照片 那么通过这些照片之后 大家能够感受到 对 我们这家企业 是这样的一个风格 对吧 是这样的一个文化 我们的员工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么这也是我们 学习组织文化 学习企业文化 掌握企业文化 并且按照企业文化 要求来行事的一个 很重要的方式 好 那么讲到这么些呢 我们简单的对于组织文化建设 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有五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就是价值引领 什么叫价值引领 我们讲核心价值观 讲愿景 讲使命 这些东西啊 是组织文化最重要的东西 你无论是建设一个组织文化 还是提炼一个新的组织文化 都需要把价值这个问题 先解决掉 解决掉什么是是 什么是非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什么有价值 什么没有价值 这样一个基本的问题 所以我们叫做价值引领 第二个问题 叫做内核重于形式 我们讲了组织文化 三个同行员 或者是四个同行员的洋葱模型 最外表的是物质的 最内核的是形象 是这个精神的 或者是理念的 对吧 在这个过程当中 内核的建设 要比仪式 外部的 形象的 行为的建设 要来的重要的 多了多 内核要重于形式 再一个高层的坚定支持 作为领导者 作为管理者 你既需要什么 支持这样一种文化的建设 对不对 同时呢 需要什么 身先锤饭 需要发挥榜样作用 需要产生示范的效应 你要求员工 做到的一些行为规范 你必须首先先做到 这是一个最起码的要求 第四个呢 要全员参与 为什么 我们讲组织文化 或者说企业文化 是一个组织 或者企业所有成员 共享的一套 基本假设模式 这意味着什么 组织文化建设 不是领导人 几个人说了算的 不是几个领导 在那捣鼓捣鼓 也不是一个企业文化部门 或者一个办公室 能够解决的 它一定是企业当中 每一个人都需要参与进去 都需要贡献自己力量 都需要感受文化的 这样一种力量的过程 所以我们特别强调 全员参与 那么最后一个很简单了 组织文化建设 绝对没有我讲的模型 那么简单 我之所以把它简单化 给大家讲 是帮助同学们 更好的理解 我们组织文化建设 一般路径 但在实践当中 它的建设是一个 非常漫长 有些时候是充满了 挑战和困难的过程 所以组织文化建设 绝非一处而就 不是一天两天 就能够建成的 往往它需要 比较长时间的积累 比较长时间的碰撞 对话 最后慢慢的沉淀下来 这也是我们组织文化建设 它比较有意思的地方 比较值得我们去 关注的一个地方 那么大家有兴趣呢 可以去阅读更多的 关于我们中国或者是国外 企业组织文化建设的 这种实际案例 相信大家呢 会很有收获的 好 那么到这里呢 我们这14讲的第二小节 关于组织文化建设的内容 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